我们常说三皇五帝里的五帝 是上古时代华夏部落或联盟的首领 因其伟大的功绩 以神明的形式被记录在众多典籍当中 留下了无数瑰丽浪漫的神话 就拿目前广为流传的五帝来说 皇帝轩辕士五帝之首 在板权捉鹿接连击败炎帝赤游 成为高居神国的中央天帝 专须高阳士皇帝孙子北方天帝 曾一度执掌神国 过了一把中央天帝的影 有绝地天通 是神人分隔各司其职的大功 帝库高兴士皇帝的曾孙 前臣皇帝专须后起遥顺 商周两族的共祖 帝遥桃堂士帝库之子皇帝的玄孙 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贤君圣主 连雄才伟劣的汉武帝都将其视为帝范 在位期间逐日治水 争讨四夷 华夏部落在他的统治下得以空前的发展 然而作为神国后裔的帝遥 血统已经相当稀薄 难以避免的一天天衰老 为此呢 他在全国各地访贤 想找一个德才兼备的年轻人 来继承自己的地位 于是遥开始了慢慢的寻闲之路 高诗传的记载里描述 帝遥执政晚期 在全国各地访贤 想找一个继承者 这天听说一个叫许游的年轻人 特别闲冷 于是亲自登门拜访 然而许游清高傲岸 一口回绝了 没什么兴趣你找别人吧 这还不够 怕帝遥缠着自己 溜到了基山下居住 帝遥很苦劳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看起来不错的 没想到吃了个闭门根 只好退而求其次 派人去宣招 你竟然不愿意继承地位 当个九州长 利用一身所学 造福天下百姓 总可以了吧 想不到 许游听了 脾气更大 理都不理 跑到饮水旁洗耳朵 意思就是不想让世俗的 尊荣绝路的言语 脏了他的耳朵 每个人都知道洗耳宫廷的意思 出处源自元代戏曲作家 正言语楚张公第四者 而他引用的典故 就是出自这个故事 在他洗耳的时候 好朋友朝复 也是个隐居的高士 放流碰巧路过 问他在干嘛 许游就说了 姚豫招我为九州长 恶闻其身 事故洗耳 朝复看他装枪做事的样子 很不爽 立马开喷 子若处高岸深谷 人道不通 谁能见子 子过浮游 欲闻求其名誉 乌武独口 大义就是 蹭哪 兄弟差不多得了 又立又表 要是真不愿意当官 躲荒郊野岭去 谁能找得到你 你有了那么一丢丢名气 成天冬游戏当的 谁见不着你 路上买个菜 都能遇到你八回 现在又装模作样的 在这洗耳朵 你可别脏了我的牛 说完 拉着自己的牛 去上游喝水 留下装插失败的许游 这一番话怼的是大快人心 这边的帝遥 还在寻访继承人 这天呢 手下的四月 就是四位大臣 西中西书 河中河书 一起举荐了一个 叫顺的年轻人 遥听了大臣的建议 打算好好地考察一下 顺的故事 完完全全可以拍成一部 中国古典家庭伦理 苦情励志大戏 没有个八十集下不来 史记和孝子传里记载 顺的父亲被称作古首 首就是瞎子 古首就是瞎子老头 某天夜里呢 他做了个奇怪的梦 一个凤凰咸着米来喂他 声称要做他的子孙 没过多久 古首的老婆 果然是那个孩子 起名就叫顺 这孩子天生异象 竟然是虫童 一个眼睛里有两个瞳孔 所以顺又被叫做虫华 造字的苍结 春秋霸主纪文公 西楚霸王项羽 都是虫童 这就叫做自带主角光环 在上期里我们说过 第一支国 尽献给帝遥的 丑明鸟也是虫童 所以说顺跟丑明鸟 可能有某种联系 顺的生母死得早 古首娶了个后妈 生了个弟弟 叫做象 还有个妹妹 叫科首 由于古典史记 难以考察 关于这个弟弟 究竟是名为象的人 还是一头实实在在的大象 众说纷纭 吕诗春秋里记载 在我国古代 黄河两岸也是有大象的 商民族就训养了大象 投入战争 在二十四孝图说里 有一幅大顺耕田图 所使用的畜神 就是大象 到底这个兄弟是人还是象呢 还是古首把大象当宝贝儿子 就不细究了 顺虽然也是皇帝的血脉 但是到他这一带 已经慢慢的从神 变成了更像是人了 能力下降了许多 过着倾苦平淡的生活 生长在龟水 也就是山西省永济县附近 从淮兰子 以及孔丛子的描述来看 顺除了双筒以外 跟常人无异 中等身材 没胡子 长期劳作 皮肤油黑 但是他天性 人得赌厚 是出了名的大孝子 古首是个老顽固 偏爱后妻和幼子像 这静母也是个小心眼 野蛮粗俗 难以相处 弟弟像 完美的继承了母亲的基因 也是个凶悍很多的小年轻 但顺还是能够孝顺 有爱的对待他们 至于这个妹妹 人好像还不错 生长在这种家庭 父母动不动就拿他出气 路史和孟子里记载 每次父母想要打他 顺的态度就是 大仗壁 小仗兽 小棍子呢 呱呱啥沙也就忍了 要是大棍子 直接脚底抹油开溜 这个事还演变成了一个梗 在东汉连间 有个叫崔君的一郎 跟父亲闹矛盾 他老爸抄起杖子就要捶他 崔君撒腿就跑 老爸气得破口大骂 死足 傅窩而走 笑呼 就是臭小子 爹要打你 你还跑路 你这笑声吗 崔君反驳 顺之是父 小仗则受 大仗则走 非不笑也 顺也是这样的 有人说他不笑吗 文化人之间 就这么引经据点的互搏 有理有据 很有意思 回来故事 孟子里记载着 有时候顺实在太过委屈 忍不住跑到野外 嚎啕大哭 但回去之后 还是要小心翼翼的 伺候弟弟 继母怕他分走财产 把顺视为眼中钉 肉中刺 非要除之而后快 这家里实在待不下去 顺只好溜到栗山 搭了间茅草房 开了荒地 独自生活 耕田的时候 望见天边的布骨鸟 在捕育幼鸟 一派慈合有爱的景象 再想想自己 一个自幼丧母的孤儿 不由得悲从兴起 只好作歌一首 排遣心中的孤苦 顺也可能是极富人格魅力的人 所到之处人心所向 大家都愿意跟他住一起 史记里面所说 一连而所居成巨 两连成义 三连成都 但凡是顺所在的地方 一连就变成了小小的村落 两连就成了一个城镇 三连就变成了一座都会 如果不是他平时喜欢 发米发面搞抽奖 或者是高颜值 喜欢搞打榜的话 我很难想象一般人 有这么个剧粉能力 姚听了四月一致举荐 派人打听了下这个年轻人 果然是孝顺仁爱 才干非凡 还是史记和《猎女传》里记载 姚以二女七顺 以观其类 使九男于楚 以观其外 帝瑶把自己的两个女儿 鹅黄女婴嫁给了顺 来观察他的品行道德 又让九个儿子与他共同生活 了解他的才干能力 接着又赐顺 华美的衣服和琴 替他修了几件骨仓 赏了一匹流洋 向来勤俭的帝瑶 对女儿和女婿 那是真的大方 顺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 一跃成为驸马 富贵前途不可限量 可是没有想到 老爹一家度火中烧 恨得牙痒痒 顺成婚之后 带着两位公主 去见父母 对的他们 还是一如既往的 温和友爱 并没有因为富贵而骄纵 鹅黄女婴 也没有半点贵族的架子 操持家务 侍奉公婆 无比的贤淑 然而 这几个对突然发迹的顺 不仅不心存感激 反而更加肚恨 尤其是弟弟象 垂涎两位嫂嫂的美貌 总想拒为己有 于是 夏老爹 继母 以及象 暗中合谋 准备设计 害死顺 这天 顺正在劳作 弟弟来通知他 明天回家 帮忙修理一下 古仓顶 顺没有多想 满口就答应下来 夜里把这个事 跟两个妻子闲聊中说了 没想到啊 他们一眼就洞悉了 其中的阴谋 给丈夫弄了一身 袖着鸟形采纹的 神奇衣服 隔天一大早 顺登上谷顶干活 夏老爹一伙 立马撤走梯子 接着点火 想要烧死他 没想到 熊熊烈火之中 顺身上神奇的衣服 化作一双羽翼 冲破火光 腾空而去 我猜他应该是 点了回尘吧 夏老爹一家看傻了 一记不成 又生一记 这次骨首亲自出马 让儿子回家逃紧 就是疏通紧到 有了前车之鉴 顺紧绝起来 赶紧找两个老婆 商量商量 鹅黄旅音认为 此行肯定是凶多吉少 不过没有关系 又给丈夫做了一件 会着龙纹的衣服 叮嘱他万事小心 第二天 顺按时赴约 刚下井 夏老爹一家 立马将绳子割断 捡起预先准备的石头 泥块扔到井中封好 顺早有防备 只见衣服上的龙纹 熠熠生辉 他立刻化作一只游龙 从另一眼相通的井里 钻了出来 这边一家人呢 还以为顺死的 立马跑到他家里 准备分财产 这个时候 向儿子发话了 孟子里是这么记载的 摩盖兜军 嫌我记 牛羊父母 苍领父母 干戈镇 秦镇 低镇 二嫂 始至正妻 毛海顺啊 都是我的功劳 牛羊苍领什么的 都归父母 至于秦纳公啊 两个嫂嫂 都归我啊 你要是要人老婆 你就直接要 你搞个什么功啊 请打掩护 你会谈吗 没想到就在此时 顺像个没事人一样 回了家 瞎老爹一家 瞬间老瓜子嗡嗡的 你是魔鬼吗 这都不死 不过孝顺的顺 没跟他们计较 可瞎老爹一家 还是贼心不死 又制定了新的计划 根据猎女传所记载 这天 像又大摇大摆的上门 大哥啊 抢两回的事对不住 对不住 咱爹妈呢 特意办了桌酒席 给你赔罪 还请哥哥赏脸到场 顺没有多想 又答应了 啊 我看出来了 顺就是个不会拒绝的人 我建议 要不向你们一家 试试直接跟他要 兴许就直接要到了 顺呢 又把这个事 跟他们妻子说了 鹅黄女印 递给丈夫一瓶 神奇的药 让他混着狗屎 洗个澡 保你平安 隔天去赴宴 果然准备了丰盛的酒菜 顺开心的吃了起来 父母啊 弟弟啊 一个劲的劝酒 他有多少喝多少 完全不在乎 原来啊 他们想联合到一起 将人灌醉 再下杀手 一群人给一个人灌酒 再涂抹布柜 这个情节怎么这么耳熟呢 原来国际有人 都私下学习 中国的神话典故呢 看来咱们还是低估了 别人的文化内涵 只是结果不太一样 顺一杯接一杯的喝 毫无醉意 最后酒足饭饱 拍了拍肚子 起身告辞 留下鼓手一家 大眼灯小眼 这边 帝瑶呢 也收到了儿子女儿的报告 顺确实是一个 贤民孝顺的年轻人 足以担当天下大人 于是把顺召回都城 亲自考察他的才能 《史记》里记载 简单点说 让顺干什么 什么都干得好 各种伦理刚长 琐碎正事 处理的是紧紧有条 经过了为期三年的考察 帝瑶肯定了顺的品行和才能 放心的将天下大任 交给了他 28年以后 一代圣君 帝瑶 驾崩 百姓悲哀 如丧父母 顺服桑三连 然后又将帝位 还给了帝瑶的儿子 丹珠 因此在竹书纪连和《山海经》里 也出现了帝丹珠一说 证明他确实当过一段时间的天子 至于顺呢 让位之后 跑去过自己的太平日子 没想到 诸侯朝进者 不知丹珠 而知顺 预送者 不知丹珠 而知顺 欧歌者 不欧歌丹珠 而欧歌顺 无论是诸侯 打官司的 还是歌功颂德的 全都来找顺 没人搭理单诸物 顺不免感叹 看来这是天意呀 然后返回都城 正式登上天子之位 好为帝顺 之后 顺 乘天子鸾驾 去探望父母 还是一如既往的恭敬孝顺 没有丝毫的架子 这下老头呢 才知道顺 是个好孩子 以前的种种 都是自己的不对 真心实意的悔过道歉 父子俩和好如初 你这糟老头子 反应不是卖了好几排呀 拜完父亲 又把弟弟封到有鼻 成为一方诸侯 这件事呢 在史记 后汉书 三国志 均有记载 人非草木 熟人无情 相深受感动 改过千善 把顺视为亲哥哥一样 尊敬爱戴 真感动还是假感动 反正大家自己品吧 顺继位之后 也继承了帝遥的执政班子 任贤使人 百叶兴旺 开创了正通人和的局面 华夏部落空前强大 史记里也是这样记载 四海之类 贤带帝顺之功 于是宇乃心九昭之月 至义物凤凰来详 天下名德 皆自于帝史 这四海之类 无不赞颂帝顺的功劳 治水的大宇 还特意写了一首名为 《九昭的歌》 来歌颂帝顺 引来神鸟凤凰翱翔天际 天下亲民的德政 都是从于顺帝开始的 顺年老之后 发现自己的儿子不太靠谱 效仿姚 将地位善让给了 治水有功的大宇 接着又跑到蓝方巡视 于苍吾病逝 葬于九夷山 如今的湖南永州境内 根据博物志里记载 鹅黄女鹰得到这个消息 肝肠寸断 即刻动身前往蓝方 一路让是泪如泉涌 点点泪水 洒落到蓝方的竹林上 形成斑点 所以就有了斑竹 也称之为泪竹 或者是香妃竹 可惜的是 他们行至香水 遇到了风浪 不幸逆亡 带着无法与丈夫相会的遗憾 成了香水的神灵 被后人称为香君 或者是香夫人 顺61岁才登帝 39年后逝世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来替他扫墓 当地的百姓都挺好奇 一大把连接了 怎么还来给人扫墓啊 问他是谁 原来这个人 是顺的弟弟 项 几十年过去了 他也垂垂老矣 可能是最后一次 来给他的哥哥扫墓了 一代民军 如此般退出了历史舞台 不由得让人无限惋惜 但故事有趣的地方 就在于意想不到 在西晋年间 唯一一部未经秦始皇 大火焚毁的边连体通史 竹书纪连出土 其中关于帝顺的记录 与绝大部分史籍 是截然相反 堪称颠覆你的认知和三观 其中关于顺的记录为 西遥得衰 为顺所求也 顺求遥于平阳 取之地位 顺求遥 父眼塞丹珠 使不与父相见 眼塞就是囚禁禁闭的意思 也就是说 顺不仅篡夺了遥的地位 还将人关了起来 不让他跟儿子相见 逼迫其让位 无独有偶 韩非子里也记载过 顺逼遥 与逼顺 汤放节 五王伐咒 此四王者 仍臣 是其君者也 而天下欲知 意思就是说 帝顺大禹 陈汤周五王 实际上都是造反的乱臣贼子 天下的人还称赞他们 巧了 所有史籍都夸人好 怎么就你们俩不谋而合的这么阴暗呢 那我们为什么又把这俩的论点提出来 这里又要说一下韩非子的出身了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 韩国的宗宗室贵族 一般老百姓能听到的看到的史籍 都是想给你们看到听到的 以韩非子的身份 完完全全能够看到不一样的记录 他本人也多次上书 劝韩王改革 都为理睬 于是只能埋头写书 这也可能是他愿意揭露历史阴暗面的奇迹了 另外 竹书纪连 原本是一本参考价值极高的古籍 他记录了89位帝王 1847年的历史 满满的从夏朝到战国时期 所发生的血腥篡位和军事冲突 颠覆了每一个读者的认知 更重要的是 他看起来更符合人性 但这本书也存在疑点 他的出土时间太早了 记录的内容和价值观 不受儒家学说的待见 而我们都知道儒家的历史地位了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 这本书消散了很久 等再次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时候 已经是明代万历年间 由著名的藏书家范清拿出来的一本 时代的跨度实在太长了 所以这个内容是否有过修改 都不好说 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可信度 不过范清一生喜欢藏书 不是那种随随便便收集点书的那种 它是中国最古老的藏书楼 天一阁之主 藏书七万卷 咱就不说买不买得起这些书了 咱都没这么大地方放 更没钱来维护 所以我相信这样一个痴爱书的人 是绝对不会去篡改任何一本书的 因为你狂热喜欢的东西 你绝不允许它任何一点点的改动 虽然这么推理合情合理 但话说回来 历史就是这么有趣 它像一个开放式的电影 让大家自己去猜结局 只能说这段历史 除非未来有更确凿的证据出土 不然就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目前暂时无法考证 无论如何 真相已经沦为历史的尘埃 姚舜作为上古时期的两大圣主 在他们的领导下 华夏民族空前发展 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 然而当时也并非一片太平 金屋作乱 妖兽横行 滔天的洪水淹没四方 虽有圣贤君主 但也有英雄将士 救百姓于水火 那些散落在各种典籍之中的英雄传说 要比国外的史诗更加辉弘壮丽 激励人心 下期我们就来讲述 雨和义的故事 看大雨之水 化定九州 而义射落九日 诛灭妖兽 寻访仙耀 经历无数试炼 一步步走上巅峰 最后却潦倒落魄 惨死于小人之手 如果大家喜欢本系列 点个赞支持一下 本期视频点赞过八万 继续为大家更新中国神话故事 语异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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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异篇